为什么个头矮小的长老 却能轻易掰弯十字线的手指 只因他是血统稀有的头领战士 即能将头部和身体分离的特殊变形金刚 由身形矮小的人类躯体部分来组成头部 身体则是一辆凝色的阿斯顿马冰DB11 在漫画中 当两者融合后体型庞大的 就连擎天柱都只能忘记项目 但为了保存能量 长老这才一直以管家身份适量 身体则是进入长期的休眠状态中 他与好友斗牛犬和中尉共同守护者维特维芬家 在侍奉伯爵家族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 长老一学会了许多人类的技能 例如优雅的弹奏一曲蓝色的多脑 而作为浪漫的英国绅士 他也会为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烛光碗菜 不过需要将自己当作鱼雷发射进深海 这才能满载而归 虽然实力不亚于一般的领袖 但长老的脾气可谓十分暴躁 他会因为男主对女性的不尊重而瞬间暴躁 这一套丝滑连招差点让变武直接去准 开车时他更是会因为路上堵车而打到不满 直接化身怒怒一嘴 长老的头部还能变身为一门致命无敌的阻撞 一击之下精准毕命 影片最后伯爵手中的拐杖化成首号偷袭威阵 却被其反手一炮轻松带死 只留下伤心不已的长老